那个时候曾是僵尸片的盛世 可这盛世却从一个人的与世长次开始寸寸崩塌 今日的僵尸片在南复当日辉煌 这个人的名字呼之欲出 他就是林郑英 在林郑英这一生描绘上浓墨重彩的人 同共有三人 这第一个人便是深圳全世界的李小龙 1971年 李小龙回香港拍摄唐山大兄 当时他还是个岌岌无名的小伙子 但是在片场 他秉持了一贯嚣张的本性 目中无人 用鼻孔看人 钉刺 剧组里许多龙虎武士不服他 逮着机会想收拾他一顿 有一场打戏 是李小龙踢人 李小龙坚持假踢 他怕把人踢伤 李小龙抹了抹鼻子 说道 我这一脚下去会死人的 龙虎武士听了 大笑 他们看李小龙身材瘦小 个子也不高 认定他是吹牛 龙虎武士中 有一个年轻人不由分说地冲了出来 他看上去也挺瘦小 蹄肤有黑 但是眼光凌厉 说 李小龙飞快地踢出一脚 这一脚他使了五成力 年轻人被踢飞了 但是 他一个鲤鱼打挺 又站了起来 再往 李小龙又是一脚 使了六成力 年轻人又被踢飞了 他咬了咬牙 站起来 再往 你叫什么名字 林郑英 等 夜后 你就跟我了 很多年后 在场的人才明白 哪一天对香港电影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一个是功夫巨星 将中国功夫片发扬至全世界 一个是僵尸道长 革新了僵尸片体系 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林郑英 原名林荫保 由于家境贫困 小学残念了两年 他便辍学 加入香港京剧团演出 维持生计 当时学艺的还有成龙 红金宝等 林郑英打小就话少 这样的性格是把双刃剑 因为沉默 他做事专心 将就极致 因为沉默 他总是把不开心的事 闷在心里 直至憋坏五脏六腑 林郑英学艺十分刻苦 成龙曾在采访里回忆到 我已经很能吃苦了 但我比不过他 剧团里 大多数人要训练一年 才有演出机会 林郑英不同 半年他就登台演出 不过当时 京剧已经没落 不管他在剧团里 如何卖力 吃苦 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极远巧合下 林郑英在久有的介绍下 进入了当时 蓬勃发展的电影业 担任龙虎武师 龙虎武师听起来挺酷的 实际上 就是跑龙套 替明星做替身 完成危险系数较高的动作 身材较小的林郑英 甚至还做过女明星的替身 当时 做武师 一天能挣六十块 林郑英将六十块分成三份 一份寄给京剧团师傅 抱之欲之人 一份寄回家里 抱养欲之人 最后一份才是留给自己 请兄弟吃饭 喝酒 颠寸 家人 朋友提及林郑英 无不夸赞其为人 霍吧 林郑英遇到了李小龙 二人不打不相识 李小龙极为重视林郑英 如果林郑英不在片场 李小龙就会停拍 直至林郑英来为止 李小龙生前所拍的几部电影 《猛龙过江金武门》 都少不了林郑英的身影 在李小龙眼里 有林郑英 电影就有保障 命运弄人 如果李小龙没死 林郑英的成名之路 或许会更加顺畅 李小龙死后 林郑英的事业陷入低谷 好在 那时师兄洪金宝 已在电影圈立住了脚跟 顺便拉了林郑英一把 洪金宝 江湖人称大哥大 为人仗义 最爱提拔兄弟 林郑英正式加入洪假版 林郑英这个人不爱说话 沉默寡言 于是 洪金宝就安排他演些人 狠话不多的反派 林世荣中的善子高手 鬼打鬼中不分好坏的衙门捕头 便说 这样的冷酷气质 倒是挺受欢迎 林郑英开始小有名起 1982年至1983年 林郑英连续两年 摘得金像奖最佳武术指导奖 与此同时 洪金宝在演艺圈的地位 也日益高涨 开启了影视公司 一向仗义的洪金宝 最爱提拔兄弟 兢兢业业的林郑英自然是洪金宝首要提拔人物 1985年 洪金宝头牌江氏先生 请林郑英担任主角 电影里 林郑英身着道袍 头戴八卦金 右手直逃木剑 左手拿八卦镜 实用五行电倒术 踏着魔鬼的步伐 他平时不苟言笑 身边跟着两个傻徒弟 一文一武 博尔闹些小笑话 傻播反插萌 一板一眼 托具先锋倒鼓 令人幸福 当时 这部电影的总投资是850万 洪金宝估计 至多卖个600万票房 黑澳百万 事事常出人意料 江氏先生先在台湾供应 引起轰动 都久 香港也上瘾 狂收2000万票房 掀起了一股江氏热 仅1986年 跟风制作就有十来部 当然 这些山寨货都不怎样 没有林郑英 能叫僵尸片吗 据调查 僵尸片这一类型 早在民国旧业已出现 1939年的古乌行诗迹 1940年和1941年 接连上映的李亚毛 与僵尸和女僵尸 从仅存的海报上看 民国僵尸片里 僵尸的形象和港片里 僵尸形象相差不多 都是穿着清朝官服 面色乌青 指甲兼长 这样看了 林郑英电影里的僵尸形象 还是有考究的 不是胡乱捏造出来的 上文已述 僵尸先生大获之后 跟风制作无数 但质量堪忧 原因就在于林郑英 林郑英是个严谨的人 他派的僵尸片 是有一套体系和理论基础的 或许 这与他跟李小龙 待久了的原因有关 首先 林郑英给中国僵尸下了定义 僵尸的成因有两种 例是 人在死之前 由于生气 憋气 闷气 死后有一口气聚在喉咙 形成湿气 变成僵尸 也就是多了一口气 套射 活人被僵尸咬了 尸毒攻心 也就成了僵尸 僵尸的弱点 糯米可惧尸毒 许冠英被僵尸咬了之后 林郑英用糯米为他去除尸毒 他有炸 憋气或者身上 突满锅灰僵尸就看不见 其二 林郑英制作了一套 打僵尸实用指南 他将武术动作 融入茅山术中 自创了一套完整的步法 手势 道具体系 看上去就很呼轨 而且赏心悦目 其三 林郑英 杜多说 除了他 谁能在一堆下人的僵尸片里 给我安全感 让我又怕又笑 僵尸先生活了后 林郑英又接连拍了好多部僵尸片 僵尸家族林焕先生等 步步经典 人送外号僵尸道长 但是 林郑英并不快乐 由于他的道长形象太湿入人心 他很少接到其他类型电影的片源 电影公司也只让他拍僵尸片 没办法 你林郑英演僵尸电影赚钱吗 一生只活了45年的林郑英 却与僵尸相伴15年 可谓成也僵尸片 爱也僵尸片 林郑英去世前曾说 此生此毁 那就是没有演过文艺片和爱情片 其实 英书是适合演这类电影的人 他这个人 生性门感 不苟言笑 内心一定很丰富 大王别激励 成第一这个角色就挺适合英书的 早在败家载利 英书就演过花旦 扮相虽然算不上唯美 但是身段恶诺 丝毫不逊色于张国荣 当然 这不过是玩笑话 英书已经没有机会演文艺片了 僵尸片毕竟是小众类型片 虽然宏极一时 但是 中南逃脱衰落的命运 即便是英书 也难以推陈出新 这段时期 他没少喝酒 英书好酒 而且爱一个人喝酒 伤心的是 他很少对朋友说 总是一个人独自承担 洪金宝说 郑英九品不好 醉了会打人 有一次 英书醉了 喝了几人之力 才将他捆起来 使他安定 英书好友 也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兰硕 也不知他心里羁押了多少苦 醉了才会如此放肆 英书也知道这件事 丁寸 工作的时候 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 进酒 沉寂了一段时期后 亚氏找到林郑英 说是为他梁申定 做了一部电视剧《僵尸道长》 僵尸道长一经播出 点风靡亚洲 英书又找回了事业第二春 在拍摄《僵尸道长》时 他遇到了第三个人 他就是十六节院穷丹 林郑英的一生挚爱 谁都没想到 小他十一岁的院穷丹 偏偏喜欢上了 沉默寡言的林郑英 于是对他展开了 轰轰烈烈的追求 人尽皆知 但是林郑英却觉得他那么好 自己配不上他 再一次深入交谈后 林郑英放下执念 与他在一起了 原本以为他们会这样 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但是在他检查身体时 检查出了 因酗酒饮出的肝癌晚期 此时他下了一个决定 那便是忍痛离开院穷丹 放他寻找自己的幸福 他耽误爱人 脸抛弃爱人 最后一面也不给他见 他病态下到朋友 生病也不告知朋友 您可知 葬礼那日 有个胖子 哭得昏天黑地 他一边骂你一边自责 停是怎么没有多关心你呢 英书摆摆头说 没事 我一个人可以 于是大佬只得认他一人 愣及江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